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枚以色列进口的超时据的空空导弹 哇 全国欢呼雀跃 战斗机不就应该试射空空导弹吗 这有什么可高兴的 不行了 国产的战斗机都发射导弹了 这人当了34年兵 就是终于拿着步枪打了一发子弹 哇 这值得全国的那欢呼雀跃 这人都特高兴 特喜感 前后研制34年 弄出这么一个奇葩来 第一次发射导弹还成功了 所以说呢 今天咱们就从光辉切入 给大家说一说印度的空军 印度的飞机 说34年整一架飞机 那得什么时候研制的 你们看我这个景物的大部分都是90后 我知道 你们出生之前 他就开始折腾了 还有些80后我们也知道 我通常把80后归成两类 85后的就归到90后这一堆里边了 他是在85后之前的 1983年就开始折腾 1983年呢 印度空军提出来轻型战斗机的计划 说我们要搞一个小飞机 啊 这个干什么呢 空中格斗 啊 进行国土防空 再一个呢 对敌进行火力支援 尺寸要小 超音速 高机动性 啊 说这好 咱们搞大飞机搞不了 搞小飞机还不行吗 所以政府就专门成立一个航空发展局 啊 委托印度航空斯坦公司研制 印度航空斯坦公司是百年老厂 我还准备什么时候 这个百年系列啊 把印度这个 呃 最牛的这个印度斯坦公司 说一说 他从英国殖民地时期就开始折腾飞机 呃 但是呢 这个独立之后啊 这个自己国产飞机这个就放下了 啊 因为英国呀 法国呀 俄罗斯不断的给它飞机 所以他自己就懒得研制这东西了 呃 就等于1957年之后 自己再也没设计过飞机 啊 这个好多原来的研制人也退休了 人才断党了 这个印度斯坦公司 以前我给大家说过 凡事啊 印度斯坦公司修过的飞机 没有一架 不掉下来的 哇 这成了一个魔咒了 啊 最后飞机都不敢送到他人 不敢送到他人 别的飞机厂修不了 只要进去的 出来之后肯定摔 啊 这也是牛啊 啊 18年 研制了18年 终于弄出来了 第一架验证机 出厂了 1991年 出厂以后啊 一般的第一架验证机出来之后啊 这个就能够 马上就能够首飞了 结果又等了十年 又等了十年才上天 我记得很多年前 骁龙战机刚出来的时候 在中央电视台做节目 有一次我跟那个骁龙的总社医师 呃 杨伟啊 当时的骁龙他搞的 我说这个 杨总 你这个骁龙 多长时间研制出来 他说从研制到服役 一年半 哇 我说你爸爸吓死了呀 我说我们坚实不是搞了二十多年吗 对不对 从研制到说 任何一架飞机 那都得要一二十年 哎 他说这个飞机出口型的 简单啊 一年半 从想弄 最后到服役 交付 一年半 巴基斯坦出钱 中巴合作 现在成了巴基斯坦的主战飞机了 你看这个差距 啊 这个差距有多大 这个首飞以后 啊 成功 成功以后 当时的国务部长 弗尔兰德斯啊 啊 就发表演讲 说全世界 说全世界你看看 巴拉巴拉看看 只有六七个国家 能造战斗机 印度就是其中之一 牛啊 当时这个印度总裁瓦加帕伊 啊 是起个啥名人好呢 啊 光辉 啊 这是光辉的历程 啊 没想到从此之后就暗淡了 哈哈 不是光辉的就暗淡了 说你 你首飞了之后 你后边得一项一项的去验证 好多指标啊 对不对 你得要考核啊 考核以后 结果弄到去年的7月1号才服役 这前前后折腾33年才服役 啊 1983年确定的战术技术指标 结果呢 到2016年才服役 就过去了33年 啊 那你1983年 我们中国当时我记得说 结婚 结婚以后要赔什么嫁妆啊 啊 女儿要出嫁了 要求男方你得买这个买那个 当时我记得叫三转一响48条腿 啊 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 啊 一响是收音机吗 对不对 48条腿 你就数吧 什么大力贵啊 沙发啊 什么写的台啊 啊 就这样乱七八糟家具 到现在所有这家具那一块也值不了几百块钱 那当时就不得了了啊 现在都是什么汽车啊 什么房子啊 什么这个 当时就三转一响48条腿 你按照33年前的那样的一个标准 说现在啊 女儿要求啊 这个男方要买这些嫁妆啊 要买这些个彩礼 那你这个就早过时了嘛 你33年前的战术技术指标 你拿到现在来 现在都四代机的时代了 对不对 俄罗斯叫五代机了 所以说十国境迁了 啊 没什么用啊 说这个印度用了这么多年 整这么一架飞机 还特别倔 啊 非得要把这事干成 啊 所以说他这个 什么毛病啊 对不对 什么毛病 为什么这么难缠呀 啊 我总结的呢 就是 吃自主餐 太贪心 我这个 人呢 一辈子就反对大吃大喝 在农村 当农民习惯了 谁知盘中餐 历历皆辛苦 我到任何地方 只要有自主餐的 我就吃自主餐 我从来不出去大吃大喝 不是说现在 十年前二十年前 一直都这样 吃了一辈子食堂 就是养成了一个习惯 这盘子里边 从来都是光盘 就是我吃自主餐的时候 首先要确立一个战略思维 宏观看一下 今天有什么好吃的 啊 就是生菜 凉菜 熟菜 素菜 肉菜 鱼啊 主食 冷饮 什么粥 什么饮料啊 都看一遍 啊 看一遍之后 然后确定我的作战方案 先吃什么 后吃什么 印度 进行时候看 哇 这一个烤鸭呀 还开始吃 啊 这鱼啊 下这个吃 吃完了最后 剩下其他的没了 就 他全是局部 这个好哇 就弄了一盘子 那个好弄了 最后 啊 贪心不足 舌吞相 就缺乏带了眼光 他这个 看到什么 哎 就是哎 这不错 就一开始搞一个飞机设计 一看 又这个新技术出来 又用这个 一看那个好 又用那个 这个飞机 一开始设计的时候 啊 说 搞一个什么 气动外形的 啊 就像 哎 三脚翼的 现在这个 三脚翼的以后 他的胜利大 啊 水平尾翼 不 就是 呃 没有水平尾翼的 大三脚的 这样的一个设计 是吧 重量轻啊 啊 外挂多呀 减少操作面呀 近距离格斗的时候 机动性好啊 可以短距起降 将来说不定能上航母呢 结果经过风动了 吹风啊 计算机辅助设计啊 遮了半天 最后弄出来 大家看 这不是幻影两千吗 啊 幻影两千印度有啊 就他脑子里先 有幻影两千那个样子 然后自己再设计 忙了半天 回来又回到幻影两千的 上面去了 一开始说 这是咱们的蒸汽机呀 啊 蒸口气吗 不蒸馒头蒸口气吗 一定要把它 百分之百的 全都是国产化 你以为国产化这么容易呢 对不对 啊 结果 国产化率到现在 不到百分之六十 啊 这个雷达呀 都以色列的嘛 对不对 啊 所有的武器嘛 他在以色列的东西倒挺多 导弹也以色列的 发动机 发动机一开始说 国产的 投资 啊 十亿 几十亿投资 投资搞发动机 搞了半天发动机 国产发动机 弄出来也不行啊 不行 以后当时国务部长 技术顾问就说 我们印度 大家 啊 都知道 连汽车发动机 都生产不出来 你现在生产战斗机的 发动机 怎么可能啊 对不对 这是不可能的呀 啊 所以最后没有办法 就转向美国 美国通用动力的 通用动力的F414 F414是装F16战斗机的 是非常好的 涡闪发动机 啊 你看这核心的技术 都是 都是 都是外国的 啊 国产梦碎 啊 40%以上的 能力价都靠进口 啊 好多人来聊 加工组装的 他缺乏整个的 这个 呃 自己的设计啊 研制啊 制造啊 这个能力啊 都都不行 都不行 也就是一架会飞的 战斗机而已 上面的负载啊 电子设备 武器装备 这都是 依靠别的人的技术 然后 这个短距 起飞 短距 起飞 这是个 优点呀 啊 对不对 这个 你看那个外形设计 啊 升力 三角翼的 升力也比较大 一开始大家都以为啊 它的重量很轻 十吨左右 所以说在这个 航空母舰上 起飞应该是 没有问题 四万多吨航空母舰 尤其改装以后 还是可以的 说试试吧 啊 这个去年十二月份 就国王部 飞压着海军 说你们试试 啊 要行就是上航母 对不对 咱们自己研制的 舰载机能上航空母舰 那多厉害啊 啊 印度海军说不行 啊 非要压着它要试 那这试试吧 试的结果是 海军不满意 就是自重 重量过大 推重比 太小 推重比不足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推力和重力之间的比 像苏两期 推重比就很大 很好 它这个推重比不足 不足以后就是 如果说你 满油满蛋 加满油 加 整个的把弹药也装满了以后起不来 空的可以 啊 你装满了以后起不来 那空的起来干啥呢 对不对 海军最后的结论是 不行 不能用 所以他现在用那个每个29 啊 用每个29k 政府就说 你看 我们用了三十几年 好不容易弄出一架飞机来 你怎么也得给点面子 啊 就是 印度通人 阿琼坦克也是压着陆军 说你必须得买 你得有个面子 搞了三十几年 这光辉战斗机也压 海军说 哎呦 那要不行吧 啊 但是你们得减重 得减肥 这个太重了 啊 如果你这个空重 自重 能够减少15% 我们就可以增大15%的 有效在核 呃 如果你能达到要求 2025年 咱们有个限 啊 我们采购46架 这个大家就 问这个海军啊 说你们为什么要定个 2025年呢 定这么长时间 啊 他说估计到2025年 这光辉战斗机就死了 啊 我们就在买外国的 他活不到2025年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张召忠 为了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 剧作召忠工作室呢 我们制作了一些纪念品 一个呢 就是推出我们的新书 进击的剧作 悄悄话2 呃 悄悄话1呢 这个 已经一年了 估计大家也看的差不多了 这个悄悄话2呢 我们14号就开始预售 在 剧作召忠微信公众号 开始预售了 8月1号全国上市 这本书呢 这个有大量的漫画 啊 还有二维码 呃 一个平面的书 可以把它变得立体 大家能够 听到音频 看到视频 还能看到文字 有大量的挑麦啊 呃 另外呢 就是我们定制了这样的 T恤衫 因为大家呼吁啊 一直想搞一个T恤衫 这个T恤衫质量非常好 纯棉的 我自己非常的喜欢 质量绝对非常非常好 另外呢 谢谢你的支持 现在进入一个新的莫迪时代 进入新的莫迪时代呢 莫迪雄心勃勃 上来以后啊 说这个 这个要 要加速啊 加速这个印度的发展 啊 2027年前 投资1500亿 加强军队的现代化计划 计划啊 这个军费 每年增加到363亿美元 对比一下啊 中国是将近1500亿美元 世界第二 印度是363亿美元 这是很少的啊 莫迪说 不行啊 我们这个私营企业 就可以搞军工 外国企业也可以进来 参加印度的这个军工企业啊 这个生产军工产品 其实印度啊 它的工业基础很差 很薄弱 没有形成工业体系 从农业国家 一家想进入工业的大配套 像中国制造那样的 自己乘弄配套 啊 这是不可能的 那中国我们不管是飞机也好 舰艇也好 都自己能配套 它配套不了 说全世界配套 你们家买套房子 你装修 全世界把最好的东西买来 把你家房子装修 你试试 这壁纸也是最好的 砖头瓦块 瓷砖都是世界各的地板 都是你弄到一块试试 啊 那没日子了 对不对 东西八不错的 对不对 七品八不错的 你弄不得一块去 啊 弄不得一块去 所以说呢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想的挺好 对不对 想的没 真干下来以后就不行 2016年这个 莫迪上来之后 人家给他统计 这折得半天 还是买买买 啊 70%就是装备都依赖进口 一年将近花80亿美元买东西 战斗机都是进口的 你看万国牌 俄罗斯苏30MKI 米格29 啊 米格21 现在大量的都 70%以上都米格21 法国欢迎25 欧洲的美洲宝 你全是这些 烂一八糟 武器装备品牌多了 万国牌多了 多了之后的话呢 那么他就 形成一定的问题 零不见不能够互换呀 维修保障非常麻烦呀 对不对 啊 这个又不是自己产的 有时候人家 你说美洲报 美洲报人家 这个 法国2005年 就都退役了 退役以后 好多零部件不生产了 啊 不生产了以后 你再维修起来就很麻烦 啊 说米格21 米格21 苏联都接停了 那60年代 70年代的产品 谁现在还用米格21啊 但是现在米格21 在在印度的战 它 整个飞机数量的 70%以上啊 对不对 70%以上 大家都说米格21 飞行棺材 1991年到2003年 12年当中摔了270架 啊 100多个飞行员死了 还给摔死了 啊 对不对 这个 印度空军的军官 集体签名 联名上书 状告空军 说 印度宪法规定 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啊 我们作为飞行员 我不能开始飞机上天 上天以后掉了 就摔死了 我们也有生存的权利啊 对不对 你老不给我们配新飞机 我们这破飞机上天就摔摔怎么弄 啊 说飞行棺材 米格21就飞行棺材 所以 莫迪先生特着急 这更运还在 着急也得使用时间呀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这五年就摔了 这五年就摔了 29架 其中还包括五架 苏30 苏30那不是米格21啊 这好飞机也摔 啊 所以说呢 这个印度摔飞机 世界 啊 第一 所以说这个是太厉害了 呃 现在呢 就是这个飞机的更新换代 莫迪上来之后呢 很着急 就跟法国谈了一览子协议 126架 当时把我吓了一跳 要买126架阵风 阵风是法国达索生产的 这个法国达索生产的 这阵风飞机根本就卖不出去 太贵 一个多亿一架 人家买以那玩 还不如买F35去呢 啊 太贵 卖不出去 没有形成大批量 没想到印度想要 特别奇怪 而且上来就要126架 哎呀 我说这个生意好像做不成啊 结果最后莫迪着急嘛 说你得赶紧生产呀 我们现在这个飞机老摔啊 这个供不应求 人家法国达索说 我没那么多产量 啊 结果最后谈了半天 只能生产36架 那达索 产量太低 啊 这个法国说 你要着急 要不就这样啊 这个 我免费 赠送给你31架 美洲虎攻击机 反正这个飞机 早就退役了 现在放过来没用 白送给它31架 这破烂60年代 70年代的飞机 啊 这个 现在的话呢 就是这个美洲虎 啊 美洲虎的话呢 这个印度自己 1978年当时买了10架 1981年开始 自己组装了120架 摔了20架 现在105架 法国再给它31架 就这么一个情况 说是 这个美洲虎还要再用20年 60年代飞机 70年的飞机 再用20年 那到什么年代了 2035年了 对不对 最近还有个特别好玩的消息 就是6月19号不是巴黎航展吗 我们做过一期节目 百年航展节目 讲巴黎航展 巴黎航展上印度有个塔塔集团 这个塔塔集团是造汽车的 偶尔弄一些这个C130的一些零物件的生产 塔塔集团和美国 洛奇特马丁 就洛马公司是搞的F35 生产的 他们俩签了一个合同 签了一个合同要干什么呢 要花100亿美元 购买 这个洛马公司的F16生产线 这个签字了买成了 而且如果不错的话 下一步要把那个F18EF 这个生产线也买过来 好多人说 哎呦这傻子啊 F16生产线 那六七十年代的飞机三代机都淘汰了 美国都不生产了 你买个生产线来干什么 哎 我就说 我是这个塔塔集团的脑子好用 对不对 他跟那个印度斯坦航公司 他不是一个脑子 印度斯坦航公司老想 替我零啊 光辉啊 自己搞的高大上 他这个F16 F16是二战结束以后 实际上一型飞机生产量最大 4600架 4600架 美国不生产了 那实际上二三十个国家都有F16 那零部件上哪去弄啊 塔塔集团把这个生产线买过来 生产零部件就发财了 另外他可以大频量的生产F16 压制巴基斯坦的销龙 那巴基斯坦说 哇 我这销龙原来占优势 现在不行了 那不行了怎么办 买坚实啊 啊中国你们把坚实卖给我吧 好坚实又是出口了 啊中国又利好了啊 所以说呢 这个塔塔集团买F16这个生产线 是很厉害的一个一个 大批量的生产 生产以后取代米格21 啊 下一步如果再把 F18EF 这条生产线买过 那就不得了了 那就不能舰载机呀 对不对 那就不得了了啊 所以说呢 这个印度飞机的生产啊 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啊 我们老看到它摔飞机 摔飞机是训练的问题 核心的问题还是有个维护保养的问题啊 所以要打仗啊 看起来一堆飞机 实际上飞着飞着自己就掉下来 你不用打它都自己掉下来了啊 所以说呢 我们要了解 印度飞机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好吧 今天节目就这些 下期节目再见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张召忠 为了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 去做召忠工作室呢 我们制作了一些纪念品 一个呢 就是推出我们的新书 紧急的去做悄悄话2 悄悄话1呢 这个已经一年了 估计大家也看的差不多了 这个悄悄话2呢 我们14号就开始预售 在剧作照中微信公众号开始预售了 8月1号全国上市 这本书呢 这个有大量的漫画啊 还有二维码 一个平面的书 可以把它变得立体 大家能够听到音频 看到视频 还能看到文字 有大量的挑卖啊 另外呢 就是我们定制了这样的T恤衫 因为大家呼吁啊 一直想搞一个T恤衫 这个T恤衫质量非常好 纯棉的 我自己非常的喜欢 质量绝对非常非常好 另外呢 印上了这样的字 还有 呃 举佐赵中的这样的logo啊 留个纪念 呃 我们跟上海造币总公司呢 还给大家定制了这个 呃 中国人民建冠军啊 建军90周年纪念章 这个纪念章呢 这个背面就是据作照中的牢稿 呃 如果你对我说的这些 呃 感兴趣呢 你可以关注 据作照中微信公众号 在捐品会商城购买 谢谢你的支持